OK,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部分的知识 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 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多边形 在这个操作过程中的话呢 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一些转换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转为多边形的一些方法 还有转为多边形后的一些优劣识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 我们如何对一个对象进行转多边形 转完以后有什么作用 首先这里有一个命令 就是在我们的C4D的编辑工具栏上方有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叫做转为可编辑对象 它的快键是C 快键是C的话呢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快键来对它进行转多边形 也可以通过点击这个按钮来将一个对象转成多边形 那转完的前以后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一个对象转换转换成这个多边形以后呢 它前转换前是这样子 转换后是变成这样子 有什么区别没有 它的文字是没什么区别 但是它的图标改变了 这是多边形的图标 三角形 然后加三个小点 这是多边形的图标 如果有出现这个图标 代表你的对象已经转成了多边形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CCD的操作 如果我们要对一个球体来进行一个编辑 我们要显示出光影着色线条NB 就是按N再按B 然后这个时候就看到它的线条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选择我们的这个球体 我们要怎么把它转成我们的多边形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命令叫转为可编辑对象 点一下它就可以了 那点完以后呢 这个图标就变成了一个三角形 它之前是个圆的 大家可以看到是个球 点一下变成了三角形 那这是第一种转的方法 第二种转的方法是按C点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也能把它变成一个多边形 所以转换成多边形的方法就两个 一个是直接点击 一个是按C 那有同学可能会问怎么去观察 怎么才知道它转了没有 怎么知道它转了没有呢 点击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不能点击的 会发现这个地方是灰色的 说明我们这个对象已经转成多边形了 好 那转成多边形以后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去编辑它的一些点线面 那这个的话是我们转的它的优势 可以编辑它的点线面 可以对它的面啊线啊进行一些编辑 那它的优势是可以再次编辑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它的劣势在于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一个对象转成多边形 和没有转之前 他们有什么 啊优势是 首先未转之前呢 它是保留对象属性的 它对象的属性都可以调节 转完以后它就没有对象属性了啊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我们建一个立方体 给它拉长一点 你看我们这里可以随便拉长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复制一个出来 复制一个出来 然后选择第一个立方体 这是第二个啊 命个名字 这是一 选择一这个立方体 我们可以添加圆角 你看控制圆角的大小都可以控制 你看它是有一个对象属性的 那我们还可以控制它的分段 分段 好 然后呢 这就是没有转之前它的优势就是可控性比较强 你看我现在调完以后呢 我现在还想调还可以选择它再次调节它的半径 还可以调 然后呢 如果这个对象 我们现在按C把它C掉 这样的话变成了一个三角形 那就是多边形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添加圆角就添加不了了 那添加不了了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弊端 弊端在这里 那有人可能会问了 老师是不是永远不能添加圆角的呢 也不是 那就得通过多边形建模的一命令 给它添加圆角了 那我们有的时候的话 就不需要说对一些造型进行变形 像这个我们就是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圆角的这种立方体 那你就不需要去转成多边形 所以说不是所有时候都要转多边形的 但会发现像这种时候的话 你看这里有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的黄色这个三角形是可以控制这个圆角的大小的 就是没有转之前是可以这样子 一旦你对它也转 按C 这个时候它的一些 你看它的对象属性就没了 它也再也不能对它控制它的圆角了 这就是多边形建模 我们对一个基本造型转完以后和转完之前 它们的优劣势 说完了就是 转之前呢 它是可以去控制它的参数的 圆角级分段 转完以后呢 它是对象属性会丢失 是不能去控制它的一些这些对象属性的 但是呢 它可以通过点线面来改变它的造型 那在这里有些朋友问了 老师那你看它转完以后有这样这么多的弊端 那干嘛还要转呢 好 告诉你为什么要转 比如说我们选择我们的这个球体 我们现在这个球体的话呢 一般我们这个球体如果去调节它的分段是很好调节的 对吧 那我们复制个出来 那我们如果按C把它C掉以后 它就不能调分段了 对吧 但是呢 它可以控制它的面的一些边挤 比如说我们选择我们的面 对这个面进行挤压 这个的话呢 我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不用操作 然后我们可以对这些面的话呢 进行一些缩放 你看 它可以改变出一些不同的造型出来 那这就是它的优势 那这就是转了的优势 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细分命令啊 做出一些比如说比较特殊的一些造型 那这就是转了以后它的一些优势 所以没有转呢 它可以调节对象的属性 对吧 调节对象属性 它可以调节它的造型啊 对象属性都可以调节 然后呢 这都可以调的啊 但是呢 转完以后呢 它这些对象属性丢失了 但是它的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它可以控制它的点线面 那控制点线面就强大了啊 我们可以对这些点和线和面进行一些编辑 比如说我们框圆这些点 你就可以对这些点进行移动啊 可以改变出一些比较特殊的造型出来 但是比较更更加的一些可控性更强更强大 那这就是多边建模它的前后的一个关系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些对象呢 比如说我们的圆柱 这个圆柱啊 你一按 你一按这个C把它转成多边形啊 这个转成这个可编辑这个多边形以后呢 我们去编辑它 去编辑它 比如说编辑它的点 或者编辑它的面 选择它的面 我们可以编辑它的面 比如说实时选择工具 选择实时选择啊 这个圆的按住鼠标到底滑一圈 会发现它可以选择上面这个面 我们可以向上移动 会发现这个面跟下面是分开的 是分开的 虽然图层是一个图层 但是它里面会发现这些面都没有连在一起 C掉它以后啊 它面都是分开的 那这也不利于我们后期的操作 那有什么办法我们C掉它以后 它这些面还连在一起呢 那这个方法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对选择点层级 这个点要对这些点来进行焊接 我们用移动工具选择这个点 挪开会发现这两个点 它们虽然位置是一样的 位置是一样的 但是它们完全没有焊在一起 就是没有连在一起 那怎么样它快速焊在一起呢 有一个方法就是全选所有的点 Ctrl加A 右击选择一个命令叫做优化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不需要调什么参数 你就点一下这个优化 这个时候就完成了 它没有任何的提示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选择面 再来框选我们上面这一圈的面 再来移一下 会看能不能把它移出来 那这个时候就移不出来了 那说明什么意思呢 说明我们上面的这些点 用移动工具 点一下它会发现 这些点已经焊在一起了 所以这一些 这个圆柱是比较特殊的 比较特殊的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 这些面的话呢 还没有完全连在一起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优化 又 Ctrl加A 右击选择所有点进行优化 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话是我们 这个的一个特点 就是援助它的一个特点 有一些对象呢 有的时候它会有很多个图层 你要给它先连接对象 加删除以后 来再来进行我们的 这个叫什么呢 进行优化 举个例子 我们有的时候的话 会使用一些 比如说 一个 星形 然后对这个星形的话呢 我们使用一个弧形 然后来进行一个扫描 这是曲面建模嘛 对吧 这是曲面建模 进行扫描 只要涉及到这一组的 这一组命令里面的 这些旋转挤压 放样 被塞尔扫描 它都是曲面建模 那我们先曲面建模 那在这里有团队就会问了 老师那进行的曲面建模 这个扫描能C吗 哎 你看这个图标亮了没有 如果能能 如果它这里是亮的 那说明就能 能C掉它 那我们对这个扫描进行C 会发现 也可以对这个扫描进行C掉 是吧 那C掉它以后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 你打开这里 它是个主 它里面有多个对象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会发现 它每一个对象 它都是独立的 选择模型 都是独立的 那如果你想象它们连在一起怎么办呢 我们测回去 选择点 是不是 对它进行优化 对吧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不能对单独这个优化 你得将所有的图层 先右击 先合并 连接对象加删除以后 你再Ctrl加A 对所有的点进行优化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这个就已经把点焊在一起了 所以说我们转成多边形 不但可以对我们的立方体 这些基本造型进行转多边形 还可以对我们使用了曲面建模的造型进行转多边形 还可以对我们的样条线进行转 那这个我们画出来像这种线 画出来这种圆啊什么的 那这些线的话呢 它默认它就是一个圆环 那我们如果想把它变成一个样条 你就按着按C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就按C完以后呢 你就可以对它的点进行编辑 所以说这个C啊其实还是比较强大的 它有点类似于我们文字的转取 就是可以编辑它里面的一些点 那像我们已经使用了扫描 还能干嘛呢 你还可以对这里面的造型再次的进行编辑 再次的进行编辑 还可以再次的进行一个改变和编辑 对吧 这是都是可以的 非常灵活的 所以说那我们这里的话呢 就是要明白一个 将一个对象C掉以后 你要使用点线面去控制它们 还有很多可控性 OK那这一节我们就讲这么多 OK那我们来对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段 进行一个总结 转换为多边形 它有一个快捷键 就是C 我们一般叫C掉它 对吧 就是C掉 就把它转成多边形 那转成多边形 还有另外一个词汇 一般前辈都会去使用的 就是用这些转件用的比较久的 都会叫它线 它线掉它 它线的话呢 它也是转成多边形 然后呢我们要使用以后一定要观察你有没有按到快捷键 观察一下图标就知道你有没有按到了 你按到这个图标会变成三条形 如果是样条的话变成一个波浪线 然后呢有一些造型是不用做变形的一些造型 就不用去转 然后呢可以保留它本身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圆角属性啊 分段属性啊 可以再次调节 后续可以方便修改 然后呢有一些造型它C掉以后 它是需要进行优化的 比如说我说的这个圆柱 这个圆柱的话呢 你C掉以后呢 它的那些面还是分开的 那你要对它的点进行焊接 你就要选择点层级 选择所有的点右击进行优化 对一个一键这样优化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一些时候呢 使用一些曲面建模 比如说扫描出来的造型啊 那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C掉 C掉以后呢 它是分层的 那你要对这些分层的 这些组啊 进行连接对象加删除 然后再执行优化 这个话呢 就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也要去练的